紫潭台湾文老師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最近要一張 這奶雞的材料回來 不然還在那個盆栽裡面 但是 接下來他應該要注意什麼事情 因為他也是一個親手 一張而已 對 一張 這個 當然你 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要牠牠牠牠牠 奶雞哪從牠牠牠牠牠 沒有人先說過 我沒有聽過人家 我沒有聽過人種在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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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刷災總是不好 但是我相信 在這個中間應該是沒什麼要緊 因為這是掛盆 他可能比較不會死 你若是會怕 不然你就把他移到後面 如果要刷到肚子底 不然你就等到 因為這次 內姬 因為這尊是他的一個 很重要 最重要 他採收刷了 因為這尊是內姬很重要的 生長的中間 就是說他 這個時間是很重要的 這個生長 所以應該是要趕快 讓他肚子底 讓他可以大展身手 讓他轉開 簡單說就是這樣 所以應該來就把他刷過 在刷的時候 可能現在最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因為內姬得手是這個寶仔 就是高壓廟 我們說的寶仔 在這個藏頂 把他撥皮 要用這個土 把他包起來 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 去把他做這個 這樣 這種叫做寶仔 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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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這個寶仔 已經有剪金出來 這表示 已經刷災很久 這可能 我們直接把他刷下去 頭腳底不要緊 如果說都沒有看到金 這可能他刷在盆仔 也刷不太久 金也還不刷開 還不刷開 你這個盆仔要拿出來 要比較小 因為這種寶仔 那個金很弱 所以你稍微看他把它弄到 那種就沒有消費 所以 這個特首是這個情形 所以 一般來說 還是建議 就是說 像這樣下去看看 要不然你就等到 這個 冬月時 過了 他開春 再來刷 再來刷 那時候是最有辦法 尤其 開春了 那時候 但是這時候可以刷下去 如果金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刷下去 這個注意不要賭水 還有一個就是說 一定要刷條 你不能說 看著看著他 小小小 一定要刷條 那去刷到就死了 這在兩三年內 你條 都 把他刷好 刷大邊 就是說不要讓他讓他 因為他 金其實是要很脆弱 所以這可能 你要注意的是 這個地方 不要去砸到水 所以要種的 你會比較高 應該是這樣比較好 這大概這個建議 可以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大概上是這樣 這個情形 以上給你了解一下